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为各位诵读的福音是圣路加福音 若瑟和玛利亚按照梅瑟的法律 到了曲节日期 便带着孩子耶稣上耶路撒冷去 把他献给上主 就如上主的法律上记载的 凡是投胎的男孩都应奉献给上主 他们也依照上主法律的规定 献上祭物 一对班鸠或两只雏鸽 那时在耶路撒冷 有一个人名叫西莫安 这人是虔诚的义人 一向期待着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 而且圣神也在他身上 他承蒙圣神起誓 直到自己在去世以前 必将看见上主的受负者基督 他在圣神的感动之下 进了圣殿 那时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 正走进来 要按照法律的惯例为他行礼 西莫安就双手接过他来 赞美天主说 主啊 现在可照你的话 放你的仆人平安去吧 因为我已目睹 你为万民准备好的救主 就是启示列邦的光明 以色列子民的光荣 孩子的父母听到所说 关于耶稣的这些话 非常惊异 希望注视他们 祝福了他们 并对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说 听着 这孩子已经被选定 他要使以色列人中 许多人跌倒和负起 并将成为人反对的目标 你自己的心 也将被利剑刺透 这样使许多人心中的思念 被揭露出来 孔老夫子说 我遭闻道 细时可疑 就是早上 我听到了真道 我可以很满足地 在晚上离开这个世界 今天在福音里面 记载的一位新王 他们 他看到了耶稣 被洛瑟和玛利亚 带着到圣殿 来做取节礼 而他真的 知道 这个孩子是谁 所以当他看到耶稣 他把耶稣抱过来 然后 在每天 主说 主 现在可照你的话 放你的仆人平安去了 因为他真的看到 人类的救助 他真的看到 生命的来源 我们每一天的生命 有时候活在 蒙蒙动动 忙忙碌碌 不知道自己 是为何而活的生活当中 每一天 就是这样子的活 但是活的 到底有任何意义吗 活的 有任何活出一个神的生命 跟一个神真正的连结吗 假如我们今天愿意把自己 跟神做最好的连结 我们会让生命真正的提升 而不会让生命 只活在原地踏步当中 请你 把你的生命交托在天主手中 让天主 真正每一天活在你的生命 愿天主降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